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我们看到有五艘的中国大陆海警船 以及七艘的公务船 他们是编队航行到我们金门的净限制水域 这个是五月以来第四次的编队 那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海警船对岸的 跟公务船同时航行进来我们的净限制水域 白话讲帮我们团团围住 我们的海巡署呼吁说 你们这是不理性的行为 你们要离开 而且我们全程来监控你 要把你驱离 可是这样子的侵扰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烦不胜烦 我们有没有更积极的作为可以来反制呢 而另外我们看到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 最近有一席话 大家来听听看 因为对岸不是在国民党率团访问之后 有限度的开放对岸的观光客到马祖去吗 大家记得吗 福建人可以来我们的马祖离岛观光 可是没有金门嘛 那一般认为就是金门事件之后 因为很多的真相没有厘清 所以被卡关了 那张洪志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对岸要求公布事实的真相 可是正常的逻辑 有真相才可以去追究谁是谁非 才有道歉的问题 所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其实我看好久我看不懂 詹副主委到底想表达什么 意思是说没有真相吗 还是怎样 那另外他还提出一个 他说对岸北京当局你要给交代 什么交代 他说你没有开放金门这件事情 他认为北京你要交代 因为陆客过去大家知道 常常到金门来观光 在2019年的时候到金门 对岸的游客到金门可以有30万人 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可是到马祖相对很少 6500 所以他就问了北京 为什么你开放这个马祖不开放金门 你要给交代 所以这个就是詹志宏 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 他提出来的两个大灾问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前线金门 跟马祖跟对岸 有时候的的确确因为交流比较多 民间的交往也比较频繁 那对岸一直寄出一些 所谓的利多也好 统战的手法也罢 像是最近最新的是 连江县府 代办辅马同城通 就是我们的前线的连江县的政府说 你民众如果想要办这个卡 叫辅马同城通 我可以代办 陆委会说这不行 这是违反了两岸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卡片是长这样 在这里 有点像是我们的捷运的悠游卡这样子 这是从对岸 5月6号开始就 做的一项政策 它是向马祖的民众开放的 就是说你办了这个卡之后 你到对岸去 可以有福州的公共汽车 还有住宿优惠 还有台胞免租房 子女入学等等便利 当然其实它就是一个统战 它就是对岸祭出的一些 优惠的手段 有一些民众 他可能刚好在对岸 他的小孩在读书 或是他有一些需要过去做一些什么样 房友投资 他就觉得办这张卡不错 他就去办了 现在陆委会说不行 我们看到包括 连江县议员就为他当地的这些民众发声 他说其实对岸在三月就讲了 那个政府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县政府 地方政府觉得可行 所以才推广 现在你又临时给我喊他 民众其实很难为 也很为难 我们来看看 另外统战这件事情 对岸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这个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个资 这中间还有没有哪一些 这个可能是陷阱呢 我们看到立法委员 就有讲到 提到说 这个危险处在于 你办了这个卡 你的个资会落入对方的手中 这是林楚英委员说的 这个背后有很大的国安问题 可是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不许百姓点灯 那你一般州官就不要放火 像是我们看到赵天玲的事情 大家都还记得 搂着小三 到处去约会 搭摩天轮 轻轻抱抱 这个有没有国安疑虑 你能不能够给人民一些交代呢 另外对岸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举措 包括他们有新的国安法 所以我们的陆委会也提醒大家说 以后如果你要去中国大陆 不管旅游或读书 都要小心 因为在公共场所的穿着 佩戴饰品 还有制作传播散播物品 如果对岸认为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你就有可能会违反他们的中国国安法令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这个是我们看到陆委会跟我们的提醒 而另外520 赖清德总统就要就任了 赖清德在今天录影 其实是昨天下午 他用录影的方式 为日华议员肯谈会致辞 他讲到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他认为台日之间非常紧密 仿佛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 将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 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这番话 有人听着觉得有点鸡皮疙瘩 你有问过日本吗 日本要跟我们变成生命共同体吗 好像也不见得人家就愿意 我们看到包括立法委员陈冠廷讲 他说这一次的520就职 日方会派很多 包括30多位议员来观理 是历来最大 这就是生死与共 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他帮赖清德做解释 可是我们看看国际是很现实的 观众朋友不要自欺欺人的 你看美国 他撤军阿富汗 还有越战美军撤军越南 哪里再生死与共 我们自己还是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比较好吧 而另外乌克兰现在战事 打到哪里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讯息是 他们寄出了囚犯从军换甲事 可能已经很多的民众 在前线作战可能已经阵亡了 所以在一些 包括监狱里面的一些囚犯 如果你自愿从军 你可以离开监狱 到前线去打仗 我们看到包括乌克兰 有一些男子撞钉 他不想打仗 还男扮女装 这个想要逃兵 结果被逮到了 假扮成自己的妹妹 好 我们看到作战这件事 当然战争我们不想要看到 那普清 最近在俄罗斯的 红场大阅兵 普清还把乌俄战争 比喻是中国抗日 那另外呢 跟我们有很多 切丝万缕关系的新加坡 尽管没有邦交 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家 他的新任的总理黄巡才 即将要就任了 最近他接受了经济学人的访问 提到两点 第一点是台湾跟乌克兰不同 因为记者有问他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你会制裁中国吗 他说台湾跟乌克兰不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美国的小院高墙 不断变大 会伤及世界 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跟美国有一些科技战 他认为 如果出口限制 再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小院高墙 这个院子 组得越来越大 未来可能我们的世界 是技术分叉 会有两种不同的一种 这个科技的体制 会对世界带来伤害 来我们先请教育珍委员 怎么看我们前线的问题 好 我觉得从像刚刚 这么多这个报道来看 实际上看得出来 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党的心理 就非常的愁衷 非常的情日 我举这个福马同城卡 这个事情来当例子好了 这个卡事实上 大概就是像那种悠游卡 这种交通卡 就让这个比较偏向民生的 就是让马祖居民 事实上本来 今夏也有在谈这个 就是马祖居民到大陆去 如果要坐公交车什么 各方面就是比较方便 我们试想 如果今天我们比如说 日本的大阪好了 说要跟台北办一个卡 或东京随便哪一个城市 要跟台北办一个卡 说大家以后到东京去旅游的时候 坐他们的公交车 就是各方面 比较容易的时候 来 然后他们来这边请我们台北市政党 说帮忙办这个卡 台湾的政府会不会反对 一定不会 帮来多少的便利 所以这个 说这个卡不好 就是因为打从心里就是仇中的思想 你就觉得说 大陆就是 我们就是不应该一直跟大陆融合 一直靠在一起 我们就是应该跟日本一直亲近 一直靠在一起 是从心里就是这样子想 我们说 现在台积电不是到熊本去设厂吗 大家说熊本说来跟高雄办一个 高雄熊本同程卡 就是说你们拿这张卡 也可以在高雄这样坐车 坐捷运 去熊本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以后在台积电工作 你是员工 然后你也可以过去这样办 台湾的政府会说什么吗 很欢迎 对 所以我觉得根本他心里就是仇中的思想 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才会说你这个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违反...就这样讲 他们事实上真的离岛人的生活太远 因为去大陆 比如说对金门来讲去厦门 就不是一个那么不平凡 不寻常的事情 就是像今天周休二日 今天礼拜五了 可能很多人就是等下下午就去大陆 去厦门吃个晚餐 洗个脚 可能隔天暗 再吃个饭 对 隔天就回来 就好像是放假从台北市到新北市去 逛街 逛个永和 那个热华夜市这样逛个街 然后再回来 有点那种味道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就过一条桥 就过一个坐个船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种一日生活圈就是这样子 去那边买个东西 买一些衣服 买些什么 下面也比较热闹 观望街 中山路去逛一下这样 最近没有来讲 无关这个什么 那些很多什么政治形态的 有这个卡式比较方 有些老人家 大陆对这个年纪年长的这个 也是有一些优惠的 可能是不用钱 或是很便宜两块还多少 反正非常非常优惠 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到 上升到这种什么意识形态 政治 就是使台北这边人把很多事情搞成很政治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 就是心理上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也不了解当地民众的这种生活的情形 所以才会对这个小小的一张什么 辅马同胜卡做这样的这个 这个很政治化 他说会各自会被窃取 这个就是更不了解 任何人如果要去大陆 一定要台胞证 这个应该毫无疑问吧 如果你没有台胞证 你进不了大陆吧 你要办台胞证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的护照寄去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要办 寄去香港 那你护照上面就会 你的所有资料本来就会有 不会因为办这一张卡 就会多什么资料你知道吗 你本来要去 你要去办那个台胞证 才能进入大陆的时候 你就要填很多资料 那个资料就像 你去办很多签证的时候 你就要填很多 很多其他国家线 你就要填一些资料 那办这个卡的跟那些资料 其实有什么不一样 对 身份证 你办台胞证本来就要给他 也不会有更多的个资了 对 就本来你进去 就会有这些资料 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 本来这些个资本来 你要进入大陆本来就会 他们本来就有了 说真的 也不用特别办这个卡 所以郁政委员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愁忠 这是愁忠忠 清日 那我们台湾其实是清日的 对 那第二个讲到这个 又讲到基本这个 金线之水 其实这个是蛮明显的 就是说实际上很遗憾 我觉得我们金门真是很 金门 我们金门真的很委屈 就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样的事情发生 渔民溺水 要大陆渔民在金门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海巡也去 是执行他的任务 但是这样子 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民党跟中国大国 到现在迟迟不肯继续协商 造成我们的路客 我们路客一年 以前一年一百万 一半 就都没有了 就都没有 我对我们的观光材造成 很严重的影响 这个赶快协商 游民老师怎么看 就是我们跟日本 上市赖准总统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我们跟日本之间 存在一条无形的线 把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 日本人有这样想吗 太恶心了 他应该懂日文了 这个有事 在日文就战争 不是 现在有事 不是我 对不起 我晚上有事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战争 安倍晋三讲的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那是一个政治口号 日本的前防卫省的官房 这个长来台湾说 不可能 三个因素 第一个 日本的法律不可能 他叫自卫队 他叫自卫队 你有没有听懂 他是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他才会回应 也许在美日安保 或西安保法之下 他有一点点那种 解释的空间 很难 法律上其实不太允许 台湾发生 两岸发生战争 日本自卫队跑来 帮台湾打仗 第二个 那日本人民 和平主义还是为主的 自卫队跑到海外打仗 从来没有办法去想象 第三个 你要打仗 你跟谁打 你跟解放军打 日本要跟解放军开战 你稍微有点尝试 不要在那边自以为说 台日友好 对不对 我对日本也很了解 讲个生死与共 Oh my God 生死恋一样 那个命运共同体 你跟塞尔维亚签的 命运共同体 是不是 这个时代太恶心了 但我不要讲 更恶心是那个张志宏 睁着眼睛说瞎话 人家中国大陆说要真相 他这个逻辑说 有真相才能去追究 谁是谁非 才有进一步道歉 那你台湾的真相在哪里 那两个大陆的渔民的遗体 还在我们金门 都要百遇 要百遇了 你自己将心比心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还去问人家说 你为什么只有开放马祖 你没有开上金门 玉政委员 你很清楚 这个詹志宏 拜托玉政委员一下碰到他说 你脑袋清楚一点好不好 你自己民进党政府当初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真相问明 因为我也不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人家现在反而把这个事情 某种程度做一种搁置 只是用船舰来表达一种巡逻的态度 但是我们17位立委到北京去 带回来这个善意 马祖 尤其这个马祖 接下来还有就是整个福建居民 到台湾来 是不是能够组团来台湾观光 这都是台湾现在老百姓 希望的经济活水 对不对 结果他为什么这么骂 刚才玉政委讲得清楚 他们都知道哪有什么限个资 他就是不愿意开放 马祖一开放 接下来就是平潭的护航 然后福建就来台湾 两岸的交流完了 台独不要搞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在 针对我们的17个立委 带回来的这个正面的成就 予以拦阻 是 严廷将军怎么看 包括你看到乌克兰现在 征兵征到囚犯去了 这代表什么意义 已经招到这些犯人去上战场 而且有的男扮女装来装逃兵 他换叫乌克兰战场 现在是弹尽人绝 快没人了 你给他弹 你看现在美国也给他弹 他那个承仁斯基 有事没讲说 缺弹 缺火炮 缺弹药 缺这些无人机 都是这样 弹尽人绝 现在整个状况对 从5月9号的 和红场月明来看 我说整个状况是对乌克兰不利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战力 还很完整 还很强壮 但是乌克兰确实已经不堪一击了 现在大家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人力太缺乏 你现在将这些逃兵能够上战场 他有没有士气 他有没有作战的技能 他有没有这些 我们讲的作战的格斗的 或者在战场上的这种经验 可能完全没有 他实际上 这些犯人可能只是个小偷抢匪而已 你就要去面对俄罗斯的那些 北极熊试试看 这些小偷抢匪 不堪一击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士气问题 士气 没有士气了 乌克兰整个战线是没有士气 大家能够躲就躲 能够逃就逃 问题在哪里 问题出在一个 看不到未来 你看不到未来 那你会在那边会有士气 会有一种希望吗 没有希望 他没有希望的这些人 他没有办法 不也不想加入军队 所以乌克兰看到状况 这个战况还有战力 整个急转直下 这个状况对大家来讲 非常不好 士气低迷 我认为乌克兰只是 大败跟中败的问题 他不可能小败 就是大败跟中败 我看当然就是大败 因为整个要去光复 收复师徒 反而越丢越多 完全讲话是背道而驰 这个政治用语 我们讲都是政治用语 政治用语 没有很务实 很严肃去面对国家的未来 跟战争的真相 没有 这是非常的可惜 另外我们来看 日本讲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我看这个就是刚才 杨永明老师讲的 完全是政治的口号 这个切勿当真 你如果当真那就完蛋了 我们看几个指标 第一个 我们看我们派到日本去 到日本的五官 这县街的 县街的中校 县街的上校 日本派到我们这边 从来没有 退伍的人 然后退伍的人 然后派了 那个智慧队 智慧队派一个文官 也不是军人 没有限于军人 然后是文官 我们派他的 没有对等 我们派他是军官 高阶的 他派的这边是个文官 然后军官从来不派 就是人家帮你看到 二党 党是不对 不对等 第二个 日本的那么多的演习 那么多的海上演习 多岛演习 反多岛演习 突然不派要求 我们台湾派个观察团 你这样说 军事要合作 怎么合作 平常的时候 你都不派我们 这个派一个观察团 三个五个去看一下 学习学习 观摩观摩 大家彼此切磋一下 就是这样子 也没有 那么近 最近就是日本 你看云纳国岛过我们近 才99 才100公里而已 那么近 没有 我认为都是骗人 另外一个我认为 这个日本 日本巨台 总共50年 1895年到1945年 50年 这个各种的事件 我们知道 从那个乔八年事件 物色事件太多了 这些日本在台湾的屠杀 我认为要还原真相 要道歉 要赔偿 有没有做 从来没有做 杀很多人 总共还不当加起来 总共63万 台湾同胞 还包括原住民 杀得很惨 因为我一算一算 总共这种抗暴事件 十几个 一杀杀几千 一杀杀几千 总共加起来 总共63万人 有没有道歉 有没有赔偿 有没有还原真相 没有 那我认为 这个好像诚意不够 那个完全就变成 人为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是政治口号 可能只是趋放一招 骗人的谎言而已 大家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对